苗栗通宵一间堆放杂物的专造铁皮屋 昨天恰好发生洗衣机火警 消防人员是迅速扑灭 没想到相隔十一个小时 在今天凌晨 同个地方又窜出了无名火 火警也造成隔壁邻居十八岁的女子 轻微吸入性呛伤 只是怎么会接连发生两次的火警 还得有警骚深入追查 凶生火焰不断窜出大量的易燃物 还造成火势扩大烟烧 消防队拉出水线在门口涉水抢救 发生在二号凌晨 苗栗通宵中山路上的这栋专造铁皮屋 传出火警 消防队花了两个小时灌救 纵算将这把无名火给顺利扑灭 非常离奇的是 专造铁皮屋在十一个小时前 也就是一号下午两点多才发生洗衣机火警 大量浓烟从铁皮屋顶窜出 消防人员兵分两路爬上屋顶 以及从室内布下水线 大约半小时浇洗火苗 谁也没想到同个地点会发生一屋两次火警 而且凌晨这把火还造成隔壁邻居 一名十八岁女子 吸入性呛伤 还好送医之后没有大碍 警消调查专造铁皮屋市杂物间 张姓祖孙三人平常则住在杂物间后方的独栋建筑 还好两次火警祖孙三人平安无事 至于两次火警发生原因是否是人为或是有关联性 还得由火调人员见识厘清 吉祥新杰 苗栗 差不多 谢谢大家